新鮮流行多一點 煩惱壓力少一點 健康有機再多一點 職場乾苦 推開一點 生活 資訊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載囉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最正點 我是林書偉 我們這一小時邀請到的最正點來賓是 台北榮總皮膚科的專科醫師 陳志強醫師 陳醫師好 書偉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請陳醫師跟我們聊一聊 來味教一下所謂的乾癇 跟什麼叫做乾癇性關節炎 乾癇它一般我知道叫做什麼銀血病 好像皮膚會有血血 那一般來說它是一種反復發作的皮膚病嗎 是的 它是一個反復發作 而且不會斷根的一個皮膚疾病 但它不會傳染 因為很多人會擔心它傳染 因為看起來就很恐怖 全身紅腫 脫血 看它就覺得很泰溝 所以我覺得會讓病人害怕 甚至讓一般民眾害怕 它一般來說都是幾歲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可能有乾癇的這個問題 其實它有分兩個特別的族群 一個在相對比較年輕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它甚至另外一個族群是五六十歲發病 所以它的發病年齡是有兩個族群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去釐清到底乾癇跟一般的 所謂的皮癇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很多人都會誤解 看到皮膚圓的就長癇 那實際上夏天很容易長骨癇 蹄癇 這是黴菌感染 這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比較好剪斷跟治療 可是乾癇是一個發炎系統的疾病 它並不傳染 可是它就是更難治療 所以應該要區分它這兩個 不同的族群跟疾病 所以它的表征看起來會有脫血 會紅斑 會發癢 是 它非常癢 然後會一個斑塊 紅色的一些是邊境 非常規則的一個斑塊 它耗發了幾個位置 包括頭皮 我們的背部的地方 或者是肩胛骨的地方 然後四肢的身側 這些都是它們耗發的一個部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診斷上 其實如果沒有診斷過的病人 或它沒有很清楚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如果它沒有診斷過 治療過 我們直接看到它的病灶 其實可以很容易診斷這個疾病 但是它無法根治是不是 是 目前是沒有辦法根治的 好 所以如果有乾癇的問題的朋友 一定要找專業的醫生來做治療 那一般來說就會 大家會問說 那什麼樣的人會得乾癇 因為它不是一出生就有了 它可能二幾歲 甚至是五六十歲才會有 什麼樣的人會得呢 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沒有發現有一些基因的異感 甚至有些家族遺傳 所以有些家族有的人 它事實上是容易發生 可是因為也沒有真正的遺傳鏈結 只看到某些未點 有些突變的人容易發生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找出 哪些族群就一定會得乾癇 只能說開始有症狀的時候 我們要儘早就醫 因為以防它延後治療 而會進展到未來的情況 以前都認為乾癇就是個皮膚疾病 後來慢慢發現 我們不認為乾癇是個皮膚疾病而已 它是個系統性疾病 它不只關節炎 心臟血管疾病 甚至三高都會增加 所以我們儘早診斷是非常重要的 是 儘早診斷 儘早治療 才不會有比較難以醫治的後果 是的 那環境因素可能會造成乾癇嗎 這個是有被導導過的 事實上為什麼會產生乾癇 是我們免疫系統過度的活化跟增強 他們也認為是外界的因子進來沒有錯 比方說外界一些過敏原進來 造成皮膚的發炎 那發炎就誘導了很多發炎細胞的浸潤 這些發炎細胞就分泌了很多的細胞激素 它本來是要修復的 結果產生了一個破壞 讓我們皮膚產生了增厚增深 而產生一個搔癢症狀 然後你一搔抓之後皮膚就更厚 所以產生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想環境因素 絕對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壓力也會造成嗎 對 他們說喝酒 抽菸 壓力 都會造成惡化甚至更糟糕 而且乾癇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你在燒抓有受傷的地方 會長新的冰燥出來 所以盡量不能有受傷跟燒抓的情況 不然它皮膚冰燥會更糟 好 所以那個治療就很重要 因為乾癇如果很癢的話 你不去抓它 你真的會覺得癢到快要死掉了 是 是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 台灣如果算起來的話 有乾癇問題的比例大概多少 基本上根據之前我們的研究 或者是健保治療科來看的話 其實比國外少 在國外的族群大概 1%到3%的族群 會有這樣的乾癇的病人 台灣大概小於1% 甚至0.5%左右 可是我覺得那有些時候 是因為之前有些病人 不願意出來治療 因為在以前沒有好的方式治療的時候 他覺得我就放棄了 事實上在早年沒有生物技技的年代 事實上病人都覺得沒有什麼效 擦藥很痛苦 擦肋骨唇 然後他就不喜歡這樣做 然後你又黏答答的不舒服 然後擦效果不好 所以他不願意站出來 可是現在慢慢有這麼好的治療之後 我們要鼓勵大家病人 應該要多站出來做治療 這才是一個好的方向 是 好 因為乾癇有這個癇字 所以像剛才這個 唇醫師也特別跟我們釐清了 就是他跟一般黴菌感染的皮癇 是不一樣的 是的 那皮癇例如說 像我們都知道說像竹癇 就香港腳 是的 然後或者是什麼頭癇這一些 那他們兩個最大的不同是 應該這麼說 如果說比方說像竹癇 可能大家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是體癇 比方長在胯下 長著骨癇 事實上一般這種癇是黴菌 夏天到了 很多人喜歡抓抓相當腳 然後抓抓跨下 抓抓就船上上來 那事實上這種癇的邊境 也是規則的 可是中間會比較乾淨 它中間比較乾淨 然後往外擴的那種感覺 好像圓圈想要往外擴 中間相對乾淨 可是如果是乾癇 是整片都是紅 然後整片銀穴很厚 所以還是有些差別的 不太一樣 乾癇的那個耗發的位置 會不斷的改變嗎 還是它有發作過位置 就會一直重複的發生 基本上它每個身上都有可能發 可是他們很奇怪 它有記憶的 沒有錯 假設我們真的給它 很好的治療之後 它再復發 也很容易從原來的地方發生 他們認為這是我們 就像我們免疫系統的記憶一樣 它裡面有一群記憶的細胞 記憶這個地方發炎過 未來可能從這個地方 再次發生的機會 真的是比較高 好 所以如果乾癇沒有好好的控制 沒有好好的處理治療的話 嚴重會有什麼狀況 基本上我們擔心的是它 病發成一些乾癇性關節 關節會讓關節病變跟變形 就像類似 類似的關節 它就沒辦法做事 沒辦法工作 甚至影響它的生活作息 然後甚至它心臟血管疾病比例增加 甚至已經被研究過 它的致命率跟壽命都明明縮短 所以我們盡早治療是控制全身的發炎 所以就是乾癇這個問題是不容小覷的 它不僅僅就是皮膚的狀況 它可能會影響到你全身的免疫 或者是你的生命 所以我們接下來下一個段落 我們就要來請教陳吉祥醫師 關於乾癇性關節炎 這個又是什麼樣的一個病症 那要怎麼樣去做就醫處理呢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現場訪問到的是 台北榮總皮膚科的專科醫師 陳志強醫師 他也是陳志強博士 今天來跟我們餵教 所謂的乾癇跟乾癇性的關節炎 好 剛才從這個陳醫師跟我們提到了 乾癇如果沒有做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的話 他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後續他可能會衍生的像是乾癇性的關節炎 那有多少比例會從乾癇 變成乾癇性關節炎 基本上國外跟國內統計不一 因為這個很複雜 就是有些病人是先有乾癇 才有關節炎 這比較好診斷 因為診斷是乾癇性關節炎 因為乾癇關節炎很痛苦的地方在於 就是說他沒有單一的真相 告訴你就是乾癇性關節炎 而不是類風濕性關節 或其他關節炎 所以在診斷上困難 如果這個病人先有關節炎再來看你的時候 你會以為他不是乾癇性關節炎 因為他沒有皮膚的症狀 所以依照國外的講話 大概是三成左右的病人 是有可能合併關節炎 台灣目前的統計大概十幾個percent 但是我想這可能有一點點低估的情況 因為有的病人不知道是關節炎 而未來就醫 他覺得他可能是別的問題 我今天可能扭到 去運動受傷 腰痠背痛 我想這很多時候是低估 不過目前看到的是十幾個percent 的台灣的乾癇的病人可能有關節炎 所以比較難判斷會是他沒有乾癇症狀 直接變成乾癇性的關節炎 有這樣的人 所以他常常會跟哪幾種疾病做混合 然後有些這個判斷上面的失誤 比方說類風濕性關節炎 就有可能會被判斷上的失誤 然後說僵直性脊椎炎 也可能會判斷性的失誤 因為乾癇性關節炎 也可能產生周邊關節的腫脹疼痛 也可能產生中軸 就是我們脊椎的關節疼痛 就會跟這些誤疹 因為你皮膚沒症狀 有些人是先有關節症狀 然後過幾年才發現皮膚出來 原來之前怎樣都錯誤 原來他是乾癇性關節炎 這很多時候是這樣發生的 跟痛風會有一些誤解嗎 跟痛風比較不會 因為痛風本身他就快速發作 然後我們看他腫脹 然後給他藥他會消退 然後就結束 然後尿酸會高 這個相對好診斷 只是一些發炎性的關節炎 比較難診斷 好 所以如果說他要去 比較準確的判斷說 他是不是乾癇性的關節炎 一般來講要做什麼樣的診治 我會建議病人 用一個簡單的 所謂的336防禦法則 所以336的意思是說 3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看你的乾癇的病造在哪裡 好發在頭皮的 指甲的 皺褶出的乾癇 他可能產生關節炎的機會比別人高 第二個3就是指 他如果會有關節有僵硬 沉僵早上起來會覺得指頭 覺得手僵硬 身上僵硬 第二個會疼痛 第三會腫脹 這個3就是僵 腫 痛 第三6個法則 6個法則就是指第三點就是 在診斷6個月內 要趕快治療 就是進老在6個月內診斷 因為他們根據以前的研究 你只要延誤超過6個月以後再診斷 你未來關節變形跟產生變化的情況 會比別人高很多倍 所以要盡早在6個月內做治療 所以這個就是336的防禦法則 而任何的疾病應該都是早期治療 可以早期做一個最好的防護 那雖然說剛剛有提到說 乾癇或乾癇性的關節炎 他們無法根治 可是他可以控制 他也可以不要讓這個疾病 走到比較嚴重的狀況 沒錯 這個因為以前的研究 根據現在研究 跟現在的新的治療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生物製劑了 在古代乾癇沒辦法治療 現在生物製劑打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病人跟正常一樣 完全看不出皮膚有變狀 以前全身爛的亂七八糟的 打完生物製劑可以到 我們講的PASI 100 100就是百分之百改善 皮膚的症狀可以到這樣 乾癇性關節 可能沒辦法到百分之百 可是可以到25到50%以上的改善 而且已經有研究發現 長期施打這些生物製劑 可以延緩 甚至預防未來關節病變 跟變形的一個情況 所以真的是拜科技所賜 醫學科技所賜 現在不論是乾癇 或乾癇性關節炎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做很好的治療 包括像剛剛講說乾癇的朋友 他甚至會看不到那些 完全好 紅腫脫穴的狀況 完全不見 你就跟正常一樣 所以病人以前不敢去游泳的 誰敢脫衣服 就不能見人 他現在敢去游泳 那這個是正向思考 因為他們發現 有乾癇的人都比較胖 三高多 因為他不敢去運動 不敢做治療 然後這樣會發炎更嚴重 乾癇更嚴重 後來他變好了之後 就更去運動 就變瘦 乾癇控制的更好 然後就一個正向循環就來了 所以這很重要 那乾癇是一發現 就可以做生物製劑的治療嗎 根據健保的規定是不行 因為他生物製劑相對的貴 所以要夠嚴重才能夠 要符合健保的規定 要先用傳統治療沒有效 照光沒有效才適合生物製劑 但是如果你傳統治療 就可以控制的不錯 也不一定需要生物製劑 我想這是一個 兩邊看病人的嚴重程度 來決定我們的治療方針 或是病人自己可以選擇 我願意自費做生物製劑 就是我要我的生活品質更好 所以這也是個選擇 了解 那生物製劑它是要怎麼個打法 要打幾次 生物製劑就是有看不同的基準 因為現在乾癇的基準 我們大概都知道 是跟IL17跟IL23有關 就是免疫激素的17跟23 所以現在要針對不同基準 來做治療的生物製劑 甚至腫瘤壞死因子 所以基本上這些藥的做法 會根據不同的藥 有的是兩個禮拜打一次 有的一個禮拜打兩次 甚至有一個月打一次 兩個月打一次 或三個月打一次 不同家的藥是不同的 我們會根據病人的需求 比方說你有合併關節炎的 跟不合併關節炎的 我們選擇上 會有不同的生物製劑 明白 所以對於有乾血 或是乾血性關節炎的朋友 就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因為他及早去做治療 而且先用傳統的 然後再到生物之際 其實他是可以做一個 蠻好的回復的對不對 他是可以跟這個疾病共存的 因為以前如果看到是乾血 或乾血性關節炎 最差的狀況會怎麼樣 基本上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他乾血性關節炎就變形 他整個手是變形的 就腫脹變形 然後整個會Q下去 然後變成這樣 很像他們講的 就是要伸縮的 那個叫做望遠鏡 他整個手就是關節被吃掉 然後收下來就Q下去 就短短的這樣 他就沒辦法做事了 那他這個多久 可能會演變到這樣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 他們剛剛講六個月 所以六個月到一年之間 就有可能慢慢轉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然不會那麼快 但是我還是希望病人在很早 在還沒看到這個症狀前 就先擋著他 不然未來這樣的話 你就回不來 這是不可逆的變化 就是不可逆的 因為他已經被吃掉了 關節已經骨頭都被吃掉了 關節就是變形的 這是蠻可惜的情況 所以他大部分變形的關節 是從手指頭 腳趾頭 都有可能對 手指跟腳趾是常見 我們比較容易觀察到的地方 甚至中肘也會 中肘會讓你中肘 你沒辦法彎 會痛 像僵直性脊椎炎 這樣很辛苦 對不對 真的是嚴重起來 有點在生活上面 受到很重大的影響 甚至你不能工作 是啊 生活沒有品質 對 你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那這個生物自製 是近幾年才有的嗎 其實生物自製 從一開始上市到現在的生物自製 大概已經超過十年了 只是說進展的演進到 從古代的生物自製 剛才第一代 可能可以改善百分之五十 大家覺得那麼貴 只能50% 沒有那麼大興趣 後來改善百分之七十五 到近來九十 然後現在到最近百分之百 所以一直進展 有更新的生物自製 所以這幾年來的生物自製 讓大家生物品質 真的就更好了 好 所以藥物的發展 然後乾癇或乾癇性 關節炎 可以透過積極治療 可以控制病兆 那他們在生活飲食上面 有要注意的地方嗎 我還是要勸告病人 就是生活飲食要均衡 因為跟人家壓力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這些病人就是 因為他皮膚不好 就去抽菸喝酒 戒酒交走更糟 然後要惡化他皮膚更糟 所以我寧可要他回到正向生活 生活品質正常 然後心情愉快 不要想東想西 我們先有好的方式治療 接受醫師的指示治療 最重要是把手綁起來不要抓 因為越抓長心的 不過我常常開玩笑講 把手綁起來 可是綁不起來 對啊綁不起來實在太癢了 所以他們是可以用冰敷 還是怎麼樣嗎 對冰敷啊 然後吃點抗主治安 擦藥啊 甚至我們可以照光治療 其實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以控制他 在進入生物之力之前的 一個治療方針 所以他要擦什麼乳液之類的嗎 有乳液一定要擦 因為其實我覺得 基礎保養很重要 我們把清潔保濕 防曬做好 其實對皮膚的保護來講 就是這樣子會很完備 讓他從保養到治療 可以得到一個鏈結 是 所以從預防開始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到底會不會得乾癩 或乾癩性關節炎 是 所以平常就先擦保濕乳液 不要一天到晚那邊曬太陽 因為現在太陽又那麼烈 防曬要做好 會想我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我們只能從先從保養做起 對 好 然後大家也有一個 這個健康的概念就是 乾癩不會傳染 你不要覺得他皮膚這樣子 你要覺得他會傳染 他不是像皮血一樣 像相當角這種會傳染 他是不會傳染的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內心壓力很大 對 他就不敢出門 他沒有同儕 他不敢出門 然後連同學 你看他夏天包得緊緊的 不敢穿短袖 他很可憐 那這些人我覺得讓他回復在正常 回告他社會 他能辦法回去上班 不然他會減損社會的工作力 我覺得差很多 是 好 所以一發現 你要能夠一發現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個一發現的確診 沒錯 我們在皮膚上或者是關節上 關節他可能一開始還沒變性 是會痛 腫瘡 痛 或者是會僵硬 他會覺得早上起來覺得 關節特別僵 僵硬 這個可能性是這樣 所以 不論是你從關節開始有一些症狀 或者是皮膚 皮膚剛好發的 應該大家都會覺得比較好辨識 他跟一般的那種皮癩 或者是 我們講了什麼 子肉性皮膚炎 都不一樣 樣子不一樣 子肉性皮膚炎有時候會跟乾癩 在頭皮上很難區分 如果他只是在頭皮上的話 所以真的不能區分 我們就要切片檢查 哇 是 那皮膚切片 所以也不一定肉眼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判斷 沒錯 對 好 但是如果說你的家人裡面 有乾癩的這個因子的話 可能就是要稍微擔心一下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等一下 就來跟大家聊聊 大家非常非常關心的 如果說乾癩或乾癩性的 關節炎的治療方法 從傳統到我們剛剛講的生物治劑 那一般的民眾 他對於這一類的這個 衛教治療 他其實有更多的需求可以認識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現場訪問到的最正點來賓 是台北榮總皮膚科的陳志強專科醫師 也是陳志強博士 來跟我們聊聊乾癩跟乾癩性關節炎 剛才陳醫師也告訴我們說 跟乾癩相關的危險因子 包括了你的生活不良習慣 或是肥胖 三高 跟藥物有關嗎 基本上有些藥物可能會誘發 乾癩的發生 不過大部分來講 還是跟他的基因遺傳 跟他的體質是有相關性比較高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病人 從他生活飲食跟各自生活型態 來糾正會比較好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剛才有提到說傳統的治療方法是照光 照光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照光就是一種紫外光 其實照光有分不同的光 有分紫外光A跟紫外光B 就是UVB跟UVA 以前古代我們在照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一些吃的感光劑 再來照紫外線A 這樣的效果是不錯 可是缺點你吃的感光劑 就是照光你就不能不太肯出門 因為出門塞太陽會過度敏感 那現在有發明一種叫 載波的紫外光B 就是Narrowband的UVB 它的波長是311 它就是載出這個波長 發現效果蠻好的 所以病人來很簡單 我們來健保我們門診 一次可以開六張單子 就像附近一樣 我們一次可以六張 一個禮拜病人來照兩到三次到醫院 我們就在我們的照光室裡面照光 其實它的原理是抑制細胞過度增生 也有調節免疫的效果在 所以照光是一種傳統治療方式 它一次要照多久 通常要看病人的情況 因為你看 我們照光跟外面曬太陽一樣 你曬太久會曬傷 所以通常剛開始第一次病人 從來沒照過的人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它對哪個光的劑量會到達 它可能會紅 我們就往下 從低的劑量開始往上照 慢慢增加 通常剛開始照都不會超過一分鐘 然後慢慢再往上增加 這有可能增到五六分鐘都有可能 是 一分鐘不到 對 慢慢去調整 慢慢調整 因為它一個禮拜來 因為我們不敢一次照太強 它可能會曬傷 了解 那它如果在這個傳統的照光 沒有什麼太顯著的反應 對 剛剛您提到說 如果要健保脊腹 它需要有些條件 對 例如說全身有 有十個像八長大的 十個手長大那麼大的面積 就是說我們需要吃兩種以上的傳統 所謂的免疫抑制劑 所以免疫抑制劑包括 就是所謂 傳統講的所謂滅殺除癌定 那個是一個 以前進行殺癌症的 治療癌症的病的藥 後來發現它其實是抗發炎的藥 所以我們來治療這個肝癌 甚至有一些叫做免疫抑制劑 就是環包靈 就是治療以前抗排斥的藥 那或者是維他命A酸 它需要經過這幾個藥的治療 沒有效 每個月就是要總共吃三個月 兩種要各吃三個月 總共六個月的期間 然後加照光三個月 都還是身上有十個八長大那麼大的面積的時候 就符合健保的規定 身上有十個八長大 那其實真的生活很困擾 是他不敢出門 其實這些病人真的是完全無法出門 然後就宅在家裡面不敢出門 不敢上班上學 因為他等於要全身包緊 如果他又在臉不是更慘了嗎 對我們之前就有個小女生 二十幾歲 對他的面積不到十個八長大 才兩三個八長 他運氣非常不好 他八長在臉上 所以整個臉幾乎都是紅的 脫屑 他根本就不敢出門 連口罩都遮不住 因為他額頭有 所以對他來講 他是個很辛苦的小女生 他又喜歡游泳 他的運動是游泳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游泳 所以這是蠻麻煩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傳統的照光 或者是說你長的位置 讓你覺得生活非常困擾的話 就可以用生物製劑 那生物製劑他是可以自費 當然健保有這個規定 但是你也可以自費去處理 那他的治療效果怎麼樣 基本上如果以單純皮膚的乾顯來講 效果是真的非常好 那以現在比較新的生物製劑來看 我們的抓的都可以達到90% 甚至100%的改善 現在比較新的生物製劑 可以達到這樣的情況 那以關節炎可能就沒有辦法達到 這麼高的改善 大概就是50% 75% 或者差一點25% 因為關節炎是比較難治療的部分 但所以才會盡量希望病人在很早期 有關節症狀的時候他盡量治療 因為我們希望他不要變成未來變形 或者是無法工作的一個情況 對 那他如果是只有皮膚的乾顯的現象發生 他打生物製劑的話 會不會就是讓這個乾顯性關節炎 不會找上他 基本上真的慢慢有這樣的研究在出現 因為基本上現在有的生物製劑來講 他有些時候他的激轉是 乾顯的關節炎 都可以兩個同時抑制的 所以變成說我本來是要治療皮膚的 結果你長期打下來 你的關節炎也會慢慢被抑制 因為一樣的激轉 所以同時就被抑制了 所以針對這樣的病人 針對一開始就有關節症狀的病人 我們在選生物製劑的時候 就會選擇皮膚跟關節 都有效的生物製劑來施打 這樣的好處就是 Wing-Wing situation 我兩邊都贏雙贏的策略 明白 所以就是對於有乾顯疾病的困擾的朋友 其實就是有蠻多可以選擇 不過因為如果是自費的話 它的價錢方面 它如果不是健保 它就必須要負擔一個比較高的價錢 那有人就問說 那我要打多久 我才不用再打 還是我要一直打下去呢 是 因為其實還是要跟大家 味教這件事情就是說 乾顯雖然是不可治癒的病 可是它是可控制的病 我們想像高血壓糖尿病 你吃藥可以控制 你不吃就來 所以它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它就是個慢性病 需要長期控制 可是你想過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 我飲食好 運動好 我是不是可以減少我的劑量 我可以不用常常吃那麼高的量 甚至可以血量控制得很好 乾顯也是一樣的問題 如果你讓你的生活品質變好 你的體重變輕 你的劑量打得就少 雖然說你還是一輩子要打下去 可是你可能可以不用打那麼多針 甚至可以拉長打的時間 這個我們都遇過了 病人因為它變好了之後 它就願意去運動了 它就變瘦了 變瘦之後劑量就更低了 它就控制得更好 更願意去運動了 這個回到正常的生活 甚至正向的一個循環 是 是 所以它就變成說是 你如果把自己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然後把你的身型 包括三高做控制 你需要治療的劑量就會比較小 就會降低 對 你就不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有的人就可以拉長 你的治療時段 甚至可以合併一些 生活飲食的控制 讓它的劑量減少 我每個月需要花的錢 就會少很多 如果它沒辦法申請健保的話 那如果這個生物之際 有治療肝險或肝險性關節炎 它有沒有跟什麼樣子的一個 疾病治療會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說它可能有 如果有些朋友他有慢性病 或是他有心臟的疾病 他都在吃心臟的藥 或是他癌症 對 目前來講健保申請規定 是癌症的病人 不適合申請 至少五年內的癌症 不適合申請 雖然說目前的證據顯示 這些生物之際相當安全 沒有癌症增加的機會 也沒有心臟血管疾病 增加的機會 但是在綜合考量上 它還是一種輕微的免疫之劑 所以他還希望癌症的病人 暫時不使用 雖然說目前證據力不夠 那我們還是會鼓勵病人使用生物之劑 但在追蹤上我們會擔心 在台灣比方說有時候擔心 結合菌的復發 或擔心其他 念族菌感染的復發 因為他畢竟是 一點點輕微免疫之劑 那但是這個 在臨床上都可以被控制 都可以被監控 所以你看 生物劑已經上市超過十年了 目前的大的副作用都沒有被觀察到 我想已經超過十年的藥 可以讓我們比較安心 似乎沒有那麼大的副作用出現 那他一般平常吃的保健品之類的 需要做控制嗎 這個基本上我們會希望 病人不要過度去增強免疫力 這是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想說我這皮膚不好 一定是免疫系統出問題 就去保健食品 吃的靈芝啊 吃什麼有的沒有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 肝血反而是免疫系統過強的情況 你去增強免疫力是更糟的 這是個惡性循環會更糟 所以不要再補了 所以東補西補補大洞了 所以越補越糟糕 而且冬天也不要吃什麼十全大補 實在太補了 對 補到皮膚更糟 所以其實不應該是飲食均衡 我常常講過於不及的問題 對不對 這是免疫系統是個平衡 就像我們陰陽一樣平衡 所以這個是免疫系統不平衡 而不應該過度去增強它 你增強它皮膚會更糟 那如果說是肝險性的關節炎 因為它算是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是 那關於免疫系統的疾病 例如紅斑性狼艙 類風濕性關節炎這一些 它們會有連動的關係嗎 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 這些有特別的相關性 雖然說肝險也被認為 有一點點似乎像是 類自體免疫疾病的概念在 但是並沒有完全相信說 這兩個病有特別的相關 我們並沒有很多病人合併 這兩個病太多的人 所以我想也不用太多的疑慮 不用太擔心 對 好 那事實上我覺得 像這樣子的衛教 也蠻需要讓所有的民眾 可以理解的 包括你的周邊的親朋好友 如果有類似的疾病 你也可以把這樣的資訊 跟他分享 就告訴他說 其實你不用這麼的痛苦 你有其他的選擇 那當然每個人的條件 或是每個人的狀況 他可陳述的範圍不一樣 有些人一點點紅 對 他就不能接受了 對 有些人一大片紅 他就覺得沒關係 所以是沒有問題 那像這個 陳醫師你在治療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病患治療之後 他跟你回饋一些他的想法 有那個其實我覺得病人的 回饋是蠻直覺的 就像我剛剛跟您說 一個年輕的女生 他後來他其實變得很嚴重 他大概30歲左右一個女生 其實他的皮膚不只臉上 身上都有 然後頭皮也都是 他就是非常運氣的很好 我們那時候 因為他超過10以上 然後打生物之計 那因為我們健保的規定 上車生物之計打兩年 所以他這兩年過程中 非常的乾淨 非常漂亮 他就回去運動了 所以他這個女生 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他可以上學 可以上班非常開心 結果兩年後 貴姓必須要下車 他必須要下車 他那時候兩年過程都非常乾淨 也沒有皮膚的症狀 然後也沒有關節的症狀 結果因為下車之後 他大概下車後兩三個月 有一次回來找我看診 因為年輕女生都走進來了 結果那次進來 是媽媽推輪椅帶她進來的 我嚇一跳 我說你為什麼推輪椅進來 結果一看 他的手腳關節全部腫脹 全部腫脹疼痛 就幾個月的時間 對然後關節 可能之前因為有生物劑在打著 他沒有顯現關節的症狀 而一停藥之後發生出現 所以這讓我覺得說 有些病人 我們需要好好的去照顧他之外 要好好的監控他 甚至這個藥 可能不能讓他亂停 因為一停 他可能其他的問題出現 因為這麼年輕 你讓他關節出現病變 這是個很大的危難 所以我覺得 我有個責任要告訴病人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好好的控制 你跟他好好的互動 怎麼去調整他病病的情況 是沒錯 跟疾病一起共處 然後找到一個 最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法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透過了 台北榮總皮膚科的 陳志強醫師 跟我們聊到這個 乾癇跟乾癇性的關節炎 我們已經 比較能夠正確的去認識他 然後知道他怎麼樣去判斷 怎麼樣去拒療 好 那一般民眾 他比較會延誤所謂的 乾癇或乾癇性關節炎的診斷 的原因大部分會是什麼 因為他可能 對這個疾病不認識 因為在傳統來講 他就講骨皮腺 他講牛皮血 他講骨皮腺就不會好 不會好 我們去上中醫好了 我們就去看什麼 民俗療法好了 然後叉叉法案不會好 就這樣 所以他們認知不清楚 說原來現在 跟以前的年代不太一樣 我們以前很好的 生物機器可以治療 我們不像傳統 一直給類固醇 因為有的民眾有些迷思 皮膚科只會給類固醇 我就是不要類固醇 結果美國選單 美國選單有問題 那事實上這種迷思 很多在存在這種題內 所以我一直覺得 要告訴病人 類固醇就是個藥 在適當的使用叫做藥 過度使用就是有問題 但我們會在控制下使用 所以我想病人 把這個迷思拿除之後 比較容易真的回到 我們正規的治療方式 來控制他 就是說正規的治療方式 在台灣 其實我們都蠻幸福的 我們有很先進的技術 然後藥物的資訊等等 好那再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有所謂的乾癇 或乾癇性關節炎的朋友 一定要去急找 是找皮膚科嗎 是 是找皮膚科醫師 對 皮膚科那有些人會去找什麼 免疫什麼科 對這也是一個 要跟大家理解 就是說如果你皮膚有問題 我想還是先到皮膚科來做診治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這方面的 比較專門來看 我們來判定它是什麼問題 因為過敏免疫風濕科 它的名字是免疫風濕的問題 比較為主 而不是真的單純過敏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過敏還是以皮膚科為主 所以我想應該是有皮膚的問題 還是先找皮膚科醫師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是 然後在生物製劑的治療方面 大部分的所謂的教學醫院都有 是 教學院都有這樣的服務跟設備 甚至照光的設備都是有的 是 了解 那平常的話 注意的是像剛才也跟大家提醒 就是生活作息 睡眠等等 其實好像每一科醫生到最後都這樣提醒我們 是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本來就是這個免疫系統 這是免疫系統的失調 你睡得好 吃得好 你免疫系統自然就會比較完備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法則 讓你的身體會比較健康 是 然後找到專業的醫生做判斷之後 現在有除了傳統的照光的治療之外 也有生物製劑的治療 那一般的醫生應該會建議 就是需要的民眾 他有不同的選擇嗎 因為生物製劑現在有不同的品牌 是嗎 是的 那他怎麼樣去做一個最佳的選擇 我想應該還是要針對病人的病症 你單純只有皮膚病 還是你有皮膚加關節的情況 我覺得這有不同的選擇 根據他的基準 所以我想真正專業的醫生 或者是對生物製劑有了解的醫生 應該要了解各個生物製劑的特徵 那還有病人需求 我們來針對病人設計 客製化的醫療 這是未來的醫學 就是客製化醫療 每個都不一樣 精準醫療的概念 對精準醫療的概念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台北榮總 陳志強皮膚科專科醫師 來跟我們聊聊 肝血還有肝血性的關節炎 非常詳細 謝謝您喔 謝謝 謝謝 好的接下來是鎖定小玉